蔡徐坤、朱义龙、金汉、罗芸汐,在18年纷纷在综艺、影视剧等领域优秀亮相以后开始大火起来,圈了一大波的粉。 不过也很正常,因为他们无论长相,还是业务都是很能打低,圈粉也是无可厚非,毕竟这样优秀的矮豆,谁不喜欢呢? 蔡徐坤,1998年8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,中国内地男歌手、演员、音乐制作人。 2018年1月,参加爱奇艺打造的中国首帮偶像男团经营养成为真人性偶像练习生,并于同年4月6日获得最高票数,以Ming%9人男团C位出道,并担任队长。 3,是个唱跳巨佳的艺人,形象也是相当帅气,让无数粉丝为之疯狂。 朱一龙,1988年4月1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,中国内地男演员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6级表演戏本科。 2009年出演首部电影《再生源》,前几年都是不温不火,直到去年的镇魂,彻底让他活起来了。 不过也是正常,毕竟好饭不怕晚,金子会发光总有被发现的一天。 金汉,1993年6月7日出生于青海手西宁市,中国内地男演员、歌手,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。 2011年,参加青海手Dancing,BU大赛,获得总决赛第四名。 之前一直在各大影视剧中担任配角,然而在18年凭借于赵丽颖的《你和我的青城时光》中,男主饰演并哥哥的硬汉形象,收获无数粉丝的心。 罗芸汐,原名罗毅,1988年7月28月出生于四川首成都市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,中国男歌手、演员。 一开始在何一生肖默中饰演小何一生被大家所熟知,不过,后来真正让他大火的是油粮子,邓伦领贤主演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他在里面扮演的润玉太出彩了,他的古装真的好好看呐,陌生人如玉公子是无双说的就是他了。 实话说,看完就更喜欢他饰演的《热遇》啊,心疼死了。 这几位小哥哥,那么你最pick谁呢? 我们评论区见,下个星期我将在评论区选出最多的艺人名字,多发推文,为其增添人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买赞了。